我們公司是1977年開始創立的 我們本業就是以廚房用的刀子 作為最主要的產品 1999年的時候 我們正好想要開發一個新的結構的廚房用刀 那這個新的結構的產品 它需要用到精確的拋光研磨的製程佔比蠻高的 那在我們用傳統的方式 用人力的方式去試做了大概三四個月之後 我們發現以傳統的這樣人力拋光研磨的方式 在品質上跟效率上 都沒有辦法達到我們預期的效果 我們覺得我們應該要學習德國的工業方法 來改造我們自己六血的體質 所以我們才會開始去用機器手臂來做這些製程上面的改變 其實就我們一把刀子來講 我們在拋光研磨的佔比是相當的持重的 我們這20年下來使用KUKA的機器手臂來幫忙我們的製程上面 一開始我們是在拋光研磨上面我們的琢磨比較深 然後運用的這個數量也比較大 那再來就是一些刀口的拋光或是刀口的磨力的部分 我們也使用KUKA的手臂來做這個刀口的拋光跟磨力 還有剛才提到的這個刀面上面的LOGO 我們也是運用KUKA的手臂來做 KUKA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教導器 也就是說我們在使用性上 如果即便是從來沒有使用過KUKA手臂的客戶 可以很快的了解怎麼使用我們的手臂 那在於城市的撰寫上面 我們也可以提供客戶在他各自的產業應用上 各自的需求上來做討論跟優化 在台灣的團隊裡面 我們可以引進全球的各種經驗 在各個不同的產業應用 從基礎的製造業 我們剛剛講過的研磨 拋光 到如果是焊接 甚至是半導體的這種高科技 我們都可以符合 所以我們的手臂也從五層式版本 到一般的版本都有 然後甚至是所謂的耐高溫 耐污染環境的防護都有 IP等級都非常高 KUKA產品優勢在市場上算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從最小的Payroll 在4公斤 一直到最大可以做到1300公斤 也就是1.3噸 在這麼大的一個完整產品線下 我們相較於其他的廠家 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就KUKA手臂來講 我們從1999年買進第一支手臂 今年已經是2021年 廠內的人繼續在使用 這意味著第一個在廠內用的這個設備來講 這個KUKA的這支機器手臂 對使用者來講 它是有足夠的剛性 然後有足夠的耐用性 那當然它的軟體的部分有足夠的穩定性 讓我們能夠在20年這樣下來 還可以持續地繼續來工作 這是最大的優勢 KUKA手臂是我們20多年的老客戶 那我們七線手臂呢 從剛開始20年前到現在 已經歷經了三個世代 體現出KUKA手臂的最大的優勢 也就是耐久性 那再來的話 也就是在手臂邊層上的一個 舊世代跟新世代的這個無縫的轉移 就算是使用新手臂的 新世代的手臂 你在客戶的使用上面 以及介面上面 其實也會很快的上手 所有只要是機器的東西 一定都需要所謂的保養跟維修 1996年的第一支手臂 到現在還可以使用 當然這個有賴於KUKA整個客服團隊 不管在備用零件 軟體的支援上面 給足充分的支援跟即時的支援 才能夠讓我們把一隻手臂 能夠運用20年 就20年這樣下來 我們跟KUKA公司 其實已經成為一個 產業夥伴的關係 若只是單純的是 客戶跟供應商的角色 我想六協這20年來 不可能得到KUKA 這麼強力的資源跟協助 在服務上 目前台灣KUKA 已經建立了北中南極時的服務體系 從機械手臂的模擬 到應用的實踐 以及到教育訓練 KUKA提供了完整的技術資源 那在售後服務上 KUKA提供了即時的備品 迅速的檢修 以及完整的保養方案 那也相對在售後服務上 也讓客戶的現場的使用手臂 提高了加動力 以及長期的使用妥善率 那也相對的獲得客戶的滿意經驗 KUKA在六協公司未來 自動化產業提升方面 一定是一個非常好的夥伴 我們期盼 我們也相信 KUKA能夠提供更全面更深入的服務 KUKA台灣希望變成台灣的所有客戶 在自動化需求的第一優選 M av应 mettre起來 ScipPk Nem sleep MarktElla Odestino 歌 騰 KUK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